副理乡公所与企业结合把爱散播到副理乡各角落 22日下午与副理乡的八所小学 在乡公所二楼举办捐赠国小中低收入户学童 背包及保温品一试 那么校长及学生都相当开心 副理乡公所与企业结合把爱散播到副理乡的各个角落 22号下午跟副理乡八所小学 在乡公所的二楼举办捐赠国小中低收入户 学童背包以及保温品一试 校长以及学生都相当开心 经过这个台北这一些企业家老板 我们在戴山的这个高显以后 今年是送一个背包 是书包了 加上这个保温品 那我们这一次天真 总共处理将近有100多位学生 所以说呢 也感谢各位校长各位老师 这么的重视 把我们的小朋友们 跟这一些健身单位们 能够大家互相认识 校长就说 由企业发起的捐款活动 捐款总共有32笔 有企业以及善心人士 让学生在学习的路上不用担忧 就是因为校长之前就一直觉得 复理箱的小朋友的学习资源 竞争资源比人家缺乏 那希望有更多的 把社会上的一些好的资源都带进来 每年都持续这项爱心捐赠活动的企业说 去年是送鞋子 这次捐赠活动总共发放了104份的保温瓶 以及后背包给复理箱 国小低收以及中低收入户学童 目的除了让孩子不担忧 更让家长放心 79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